坐落五级芝麻一带的马城将进行地铁工程与住宅发展计划 现有租户或第二次延长的租约将在明年底到期 不会再获延长 不少租户申诉 要找到媲美马城的新地点 另起炉灶并不容易 占地十公顷的这个体育设施 每月迎来十万人前去参加足球彩蛋设计等活动 防疫措施进一步放宽后 场地几乎每天晚上和周末都订满 但业者坦言 要找到这么大的场地继续营业急剧挑战 而刚在去年11月开张的这家桌球学院 花了几十万元装修 尽管业主基于四成租金回扣 业者预计仍会损失五到十万元 另外五级芝麻马鞍俱乐部 在明年中旬得让路给跨岛地铁线建筑工程 在那里营业的餐馆 预计明年二月结业 但过了一年仍未找到适合的地点继续营业 不断上涨的租金和运作成本 也将家具租户另找营业地点的挑战 对不对